林郑一句中联办我都当是自己人咯 呵呵呵 哇 息者文之势必心寒 其实 将消费券强放电子支付平台 金管局力推数码支付 和整个蚂蚁支付被中共一手拿去 所串成的动机以水落石出即是最终一切 细将被中共一手拿去 现在一干卖港人等 将香港的工产 私产 送中献共 你导者图谋是多么的大毒 上周已指 哪帮条底不够红的建制派 竟敢当他阿爷是观音 欲打其何包借其父 结果一如所了 中共喜容你敲这外汇储备 本是港人辛苦赚的钱 现都被中共控制了 撇开一笔 别以为外汇是政府赚回来的 其所持美金绝大部分是港商赚得 或吸引来的政府使钱就叻 手挂文资文高更赢 港到赚钱 中印港只也要看港商赚到几多美金 今天 港府用港人赚的外汇 来买国产武器对付自己人民 每支富贵几百元的疫苗 这又花多几亿美金 一旦那大白杖成事的话 更要狂买沙泥田 这毛底深谈 这样 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变神不知鬼不觉地逐批送中 为提升外储安全 国安 是数 中共自然不会让港币储备逐跌下去 制贫 可以优异 且慢 不是以几乎每人五千大元消费券吗 用一些本该针对失业倒闭而增的洗肺 军等地派到传民手上 显然跟者亚某口口声声的具针对性背持 而消费券名益大集团 同样违背针对资助中小企的原意 不过更重要的 是者摆明将利益输送大陆支付系统 以支付系统从者360亿元抽水1到3%计 这五 7亿至10亿8亿的肥猪肉 又可送中 阴谋论吗 风水老骼十年八年 不止中共打正旗号共你的产 不足一年就兑现了 大陆苛捐集税多于牛毛但亦长年财赤 GDP虽40倍于本港 外汇储备却紧6倍几 思想 你港人不准交税且肥高多 豈能不共你的 豈会不狂加税 今次预算不提GST 绝非不能短期内推 20年前已起好框架 今天稍改送橡皮图章 分分钟快过推恶法 既然军警强大武器劲 何须再帮失业救小企 你够胆犯罪反对 樊恕政府发穷恶 每位罚款五千 看官你内耍何 难怪人钱大逃亡